Auto4 奥风 WCA 2016 唯一指定电竞椅 八彩呼吸灯 四地扶手 内置蓝牙音箱 电竞选手爱用的电竞椅 极客 极致 极酷 西伯利亚专业电竞游戏耳机 带你来一场生灵奇境的战斗 至胜之道 掌指之间 狼派电竞装备 专业电竞品牌 iGUN 爱工 为WCA 2016 官方唯一指定显示器品牌 爱工 为荣耀而战 Dire Anywhere 为WCA 2016 官方唯一指定PC 专注于游戏领域高性能电脑及外设 扫码关注 Anywhere 官方微信 了解更多精彩活动 挑战1500万总奖金 竟想倒塌魅力 英魂之刃 4000万玩家的共同选择 微端精品 三秒下载 热血赛季 英魂喊你 站一起 站在最好的赛场上 让更多人为你光芙 这是全部吗 不 你还拥有无限可能 好那么经过一个短暂的休息 我们的第二场比赛也是马上就要开始了 刚刚也是经历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比赛 然后也是赛后通过选手之间的交流 我们也是听到非常多好玩的东西 比如说刚刚比赛他们太紧张 长青小手一抖 对 去了个时间黄瓜 买了个时间黄瓜 然后顺发直接买掉 然后中间亏了一点钱 导致翡翠梅滴时间出出来 然后又得到了一个很好玩的小消息 原来是电光侠最早掏出来的 是一辟的凹凸俠 然后大V是在经过自己的改良之后 让那个电光侠来到了一个列单位 对 也是蛮有意思的 在这个赛后的跟选手之间的交流当中 也是能够得到一些非常多有意思的东西 对 买错装备这种事情 当然是手一抖就会散呢 对 比如说凯撒出了个蓝鞋 真的是不小心出的 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局双方的一个BP情况 这一局是黄竹来到了蓝色方 由黄竹先搬先选 黄竹这边是直接搬掉了一个嫦娥和阿努比斯 看一下红色方 阿努比斯就是不要放 对 也是奥天拿阿努比斯这段时间 我们也是手非常的热 感觉在比赛当中 你针对他吧 针对也不是不针对也不是 我们看到这边 一屁是搬掉了一个自己上一局 还打的比较顺的一个图坦和貂产 我们看到黄竹优先第一手会选谁 感觉黄竹在晃掉 他会拿孙上香 先选一个孙上香 对 那他这一局是打雷当中 有可能 感觉黄竹就是在晃掉这三个人之后 他们整个英雄池是有加深的 现在整体的一个阵容体系 不限三一届当中 那么好容易被针对的 对 之前的可能也是英雄池的问题 对 EP这边是先拿到一手暗精灵和一个赤油 赤油 土豆的赤油 这边是没有先手拿一个灯神 灯神现在不是特别好用了 异技能的一个 现在已经是没有几只队伍在用了 我们看一下这边赤油把比斯再次拿到了凯撒 红色方我们看一下会选择搬掉谁 他们把自己上一把 英雄全自己扮掉了 这有意思啊 真的是在帮全部自己上一把的整个阵容 那边 这边也是把电光侠给绑了 但是奥特加已经选出一杠精灵啊 皇族应该是意识到了什么 我觉得我也要绑一下上一局的英雄 对 不然让你们自己扮我们有点打脸 这边里探花选啊 皇族这边 看一下最后两手啊也没到最后两手啊 接下去的两手会选择谁 还在下 广场吗 巴西大蛇 屠夫 啊 猎魔 打蹄的这个屠夫是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很厉害吗 诶 你两天前你才看过你忘了吗 两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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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两天前在打 当年他就是打一个屠夫成名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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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来 奥天这边是拿了一个大天使 蓝色方这边看下最后一手会帮掉水 落神霸 哈哈哈 哎呦 嗯他们自己少了一个电光侠可以半 他们要半神了 落神霸 这其实EP的这个Bandlist拿出来有一种非常挑衅的感觉 对对 听说你们英雄词变深了 对我来告诉你什么叫做更深的英雄词 我把三一把的英雄我自己全帮了 但是这边皇族也是帮掉了三一把自己运用过的一个博士 这这个 啊这边是 哦果然是落神 帮掉了一个落神 最后是梦游神选择出了一个 泰坦 看一下回眸这一首会选谁 哎这有一种EP在跟一个 新生队伍交流的感觉 小朋友看一看 我们这边能够自断一臂 再生出一臂 有点意思 死骑吗双勾 哦可以的有效法 哎皇族这把也是打出脾气来了 啊对 我不服啊 我这一把要用双勾来把你们勾得愈咸愈死 那也是皇族这个阵容体系拿出来也是之前很少见到的 毕竟两个勾同时登场 嗯还好啦这两个勾 这两个勾 应该没冲突 我在想 比赛当中有欠过这两个勾同时登场过吗 我记得看过的比赛太多太多 一般来说 一场比赛里面有一个勾出现 就已经蛮难得了 然后今天是皇族拿了一个两个勾双勾体系出来 当然这个双勾体系之后会打出怎样的效果 也是要到比赛当中我们才会知道的 然后E1P我们刚刚也是看到了 搬掉了一个上一局自己使用的四个英雄 他们还少搬了一个是 电光侠 不不不电光侠刚刚是皇族用的 哦皇族的 对然后他们刚刚还有一个英雄是谁来着我想一下 孙上香 对对孙上香 孙上香是被千层拿的 不然我觉得E1P这边应该是会把孙上香给绑掉的 没有没得绑了已经 对 因为皇族这边已经pick到了 所以E1P也是拿自己的一个ban list 向皇族来进行了一个宣战吧 告诉你们刚刚我拿这套体系 打你 能打你 我现在换一套体系 我还能打你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等会第三局能不能再换一个体系 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英雄师生对吧 对 如果E1P真的能够棒到这一点的话 只能说在 对 只能说在这样的一个大赛场景下面敢这样玩的 嗯 也真的可能 目前也只看到他们了 对也就E1P这一支队伍敢这么 有泳泳泳 至于那一支开局就半御帝地狱鬼地狱火 地狱火 不是 那个叫什么来着 是 地狱领主 地狱领主 那个队伍就算了 呃你是想说在CPLG分赛的时候 对 就有一个 有一支队伍是专门办特权英雄的 对我觉得我今天网上有一个消息是得到这支队伍可能现在是在有月时在直播比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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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会怎样进行吧 好帅的 皮肤 哦 皮肤啊 啊 录场我们就看到这边 哎 就说 选手打错别字也是让人一愣 他应该说的是这个皮肤蛮帅的 嗯 他刚刚也只看到这个 对 这个皮肤也蛮帅的 讲真这个皮肤其实也蛮帅的 啊 这个是没放皮肤的 这个也放 哎 这个皮肤也是蛮帅的 对对对 好 这个也帅 好 这个时候就 好 那这个池油有点难办了 对 池油这个时候露青进来 感觉又要送医学了 哎 这边还是没有成功的把医学送出去啊 反倒是这边一个Q打的伤害非常的高啊 有可能收获两个轮头的啊 这个 这边是先拿到一个天成的孙三香的轮头 哎 李奇直接补充过来 哎 看一下伤害还是没拿过 啊 太关键了 对 毕竟一集团 池油简直就是 无敌的存在 对 当然是五为五的 而且 人数一样的情况 而且我们 很关键注意到一个点 他是出了一个护网出门的 是的 这个在一早之前就已经 我有跟你说过 护网 会很好用 确实的 我自己在后面游戏当中试过 也确实 那今天土豆这边是直接护网出门的啊 对 刚刚也是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点 刚刚也是护网那一点点提供的一个 护甲 导致他刚刚残血那一下没被直接击杀掉 很关键 平常的一个Q还能回血 没错 我们看一下这边暗精灵在面对一个费目的 屠夫的时候也是打得完全不熟啊 屠夫这个时候 升级有那么一点呢 但是总体来说 没关系他不会掉经验嘛 对 经验是不会掉的 但是这个死鸡如果过来强势路过一波 有可能分摊点经验啊 还行 这边刚刚没有小兵阵亡 下路这边持有把鼻的第一波gank 也只是路过了一下 对 毕竟面对一个有罩子的这个大天使人 包括也算是有一个位移 诸夫这边是泰坦直接上来想强推一波塔了 诸夫我欺负你啊 这个好干啊 欺负你没有 你开W你还要自己耗血我就欺负你 对 这边也是赤油资源过来 但是 猎魔推了一手 一个位移 跟他拉开一下距离 凯撒是传送到了上路去想 配合一下队友强拿一下上路的这个buff 我觉得皇族今天可能就是最大的一个点 就感觉在他们在buff的刷新时间点上 对于buff的一个可求开始变得强烈了 对在之前的比赛 还是蛮重要的 诶我们看一下这边 诶一个一推枪过去 可惜是把泰坦也跟着一起推过去了 下面还有一个暗精灵蹲着呢 这边是buff 诶抢到了 诶这边抢到了 死奇抢到了 死奇抢到了 死奇抢到 但是也是交出了一个赤油的轮头 上路这边 交出了一个凯撒的轮头 赤油在这儿 非常尴尬 对面有一个赤油 这边有个赤油爸爸 那还是说凯撒吧 等会还是说交出一个凯撒的轮头 不然这边赤油明明活着好好的 一个Q 赤油正在踩赤油爸爸 这个时候感觉要踩中了 但是一个位移交过来 赤油这个蓝量有点紧张 这个应该被也要死了 被带中了 好 死奇感觉要狂追在这边的一个泰坦 但是泰坦这边很硬啊 对 泰坦这个英雄其实在单挑上面来说 真的不吃亏 是的 前期来说他双大还是挺高的 没错 我们看到了两边五级 中路 除了他 不掉今天就没关系 曾被压或者怎么样子 无所谓 过来还是强消耗了一波 还是比较难受 可要 另一个钩子在旁边在等了 这两个钩子到底在后期 有怎样化和反应还是让人比较期待的 嗯 这边大天使的一个盾还是蛮恶心 大天使反而有一个五级了 嗯 这个时候练魔压不了大天使 然后两个打野位 目前好像 让主播尝试干很多失败了 嗯 而且 然后毒服到六级了 而且EP这边 依旧是发挥了自己对于整个 支援的一个把控很到位的一个优势 现在也是渐渐的把经济 悄悄拉开到了2700的一个 看一下这个六级的 屠夫直接咬到 直接咬住了一个 赤油 哎 这个位移 哎 这个 啊可惜了一个勾没勾到 感觉这边的赤油非常的漏 想直接带走他有点难 哎 踩踩死了一个凯撒 再一脚踩死了一个屠夫 对 这个节奏在 现在这个时间点上 手已经是拿到了四个人头 下路是配合一个泰塔 拿到了一个裂魔的人头 那这一把前期来说 要陷入到一个EP的整个节奏上 对 里面去了 又是EP一个六分钟 有可能直接推你一个塔的节奏 是的 这是EP最喜欢看的 无压力在这边 对 只要六分钟能够先拿一个塔 整个EP的节奏就会起来 看一下 依旧是想那 这个 下路这边是配合到凯撒 是拿到了一个泰坦的龙头 中路这边是直接咬死了一个暗精灵 那是暗精灵直接买活了 直接剃到中路 也是不服 对 可是现在整个经济上面上来说 EP领先三千啊 这点经济还是蛮关键的 直接上来强大一波 运作了 但是后续的伤害 我们看一下经济面板吧 ADC位上 那 猎魔还是会领先烫花一点的 这点 还可以 但其他的队友上来说 就有一点点难受了 对 基本都是两千出头对一个钱 这边落地下来 直接被带掉了 屠夫大招开起来 晕了一下史奇 史奇防守一勾 这 哎 可惜 这个塔伤害分担 转移了 对 做得很好啊 也是很有 哎 但是我们看一下 这个位 大天使手上还是留着大招了 大天使 大天使一个大招交过去也是很 让这边的猎魔直接绝望了 两座塔同时爆掉 那这个时间点上面 交了两个塔 就有一点难受了 现在是7分40几秒 快要到8分钟的一个时刻 然后黄竹这边是落后了将近7000的一个金架 咬死一个烫花 说真的 这拿到一个双勾体系 还是没看到这双勾的一个作用 只看到一个勾子 对 有点有 这个勾子能勾到了吗 哎 这个勾子还是没勾到 哈哈哈 这就 这就 这就无比的尴尬了 对 双勾分分空了 兄弟你空一个我也空一个 是 设想最 最好的结果就是死其先手勾 晕住一个 然后屠夫这样勾动的几率更大 对 但是这个目前为止还是没有看到这样 好一个一推过来一个 太坦 紧张着队友跟上伤害输出 这边前程是最后带掉了太坦的轮头 这一局这个吃油玩的凯撒 也是突然混到七笔了 对 这一把 比上一局还是好一点 这一把其实跟 下一把的节奏不一样 他没有入侵了 对 导致他也没办法入侵了 这一把如果再入侵的话 就只能说 全崩 他真的有点想不开 因为线上的整个队友都不好混 如果这个时候他在茂囊入侵的话 就有可能 把雪球由自己的手上交出去 对 这里看一看能不能零星勾勾到一个炭火 这边上来沉默住一个 这边防守一个勾勾勾中了 这边炭火直接被 但是还是被带走 啊啊这个又是塔的伤害被分摊 啊烈魔跟进看一下 哎推走了 觉得伤害也是计算失误应该 应该感觉推那一下 合适可以的 推一下再加上一个平A 他感觉是 平A不到了 他感觉可能就是 在推那一下伤害够了 所以接了二段的Q 如果刚刚是多加一个平A 再推一下 可能可以 可能可以拿到这个了 9级的一个自由啊 有大的 这硬材踩起来 那基本上皇祖在这一局 他前期的一个节奏 真的是自己最不想看到的了 感觉非常的危险啊 离整个比赛 怎么说呢 节奏的把控权丢失 也就差那么一个 小规模团战了 这里如果再被带走 防守有一个 哎自杀了 这个自杀还是可以的 但是塔要掉啊 10分钟外塔全部掉光 这绝对不是皇祖想看到的一个结果 经济落后到一万了 被一匹拿到这样的一个节奏来说 真的很难吧 哎这两个碰上啊 有一个移速bub还行 但是暗精灵跟上 哎哎这灵性的一个推推啊 下路这边是这个 这个下路是当杀了一个太坦 吃了一个非常灵性的推推 把暗精灵给推闷了 好我们看一下李炭华这个点会不会碰到啊 还是会碰到啦 那应该是带走了 大招不用掉 好我们看一下现在皇祖能不能 把整个节奏给稳住了 因为外塔已经全部被 低塔被拔了 对拔光 那这个时候如果皇祖 在丢失太多的资源的一个情况下面 然后按捺不住 然后想打团 反而被一匹抓到机会 带掉足够多的人 再反推波那自己真的就有可能走远 但是反过来如果逮到一个机会 诶我们看一下这一波 死期一个大招是控制了一下这边 两个人减缓一下两个人追击的一个速度 看一下队友正在身后 赶过来凯撒上去消耗一波 屠夫也落后过来 看这边两个人能不能都击杀掉 如果两个人都能成功击杀呢还是撞的 但是次有已经跑掉了 泰坦呢 这边孟流神 孟流神这边的一个仇恨子明显更高啊 哈哈哈 因为土豆还是挺低调的 对 也是四个人 基本也是考虑都不考虑 就往孟流神那个方向追去了 明明刚刚土豆剩下的一个血量比较惨 嗯 我看土豆这个赤油 我又想到那句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的那句话了 也是12分钟打出人家一整局的经济 哈哈哈 哈哈哈 但是我们看一下烫花又被打到了 烫花又被咬到了 哎 豆逼这个点现在奔得有点难受啊 被抓到几次了 可是队友节奏非常好 对 他稳住发运就好了 他被抓到三次了 那这边感觉 哎一个大招大过去 长血的一个烈魔怎么办 按金银在找机会 但最后还是被一个赤油给踩死了 哎大招留着 哎 这个赤油是变成大隔威了 这打起来是 赤油补刀也不错 我一脚一脚一脚的把一个皇族给踩崩了 踩崩了 现在是8.2K的经济 比自家的ADC还肥 在ADC反而只有6.8K 这真的是 怎么说节奏点来了 你挡都挡不住 也是凸显了一个 主要从一集团开始 对 我们看一下这边 连到一个凯撒 那凯撒感觉有点难走的样子 没有狼了 没有狼 这边按金银也没狼 想追 这个时候抗水跑得更快 快肯定是凯撒跑得快 哎 哎 原地TP 在他没有蓝 一下 还是死了 还是死了 呃 刚还想说在他自身没有蓝 的情况下 杰安靖林打他是没有什么伤害的 嗯 怎奈何这个TP时间有点长啊 对主要是没到V6 哈哈 没到V5 这边连 被一个 哎 哎 但这一手推还是推的很漂亮啊 对 身后这两个状态还在找机会 但是看到一个屠夫跟在这个猎魔的身后 那两个人也是没有继续的想法 应该也不敢心急妄动 对 想往这边测 我们看看这三个人有没有意识到 这也需要有两个迷路的状态 好 这两个状态想直接 直接是抓了一个死骑 死骑直接开大 但是自己这个位置又一个屠夫 哇 一个自由大招 哦 那感觉屠夫 屠夫 屠夫 先死 紧跟着这边的一个 哎呦 我们这一集已经看到他三次 三次自杀了吧 没错 对于自杀的一个孕运 他还是做得非常的漂亮 不过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赤油在该怎么去针对他 还敢打 一个烫花路茶 死前拿了一个大人头 对 自由TP到上路 像土豆的这个赤油真的是采方全场的感觉 节奏感太好了 他前期舒服的话 他到中期会比较 会更舒服 对 因为赤油这个英雄他真的是在 基本在有两个互望的一个情况下面就敢越塔去强杀了 嗯 嗯 他当时就那边如果说 我能够想象 你开什么玩笑 你跟我赤油来打一集团 对 是吧 主要是那一下 长雪的时候还没被带走 对 又紧跟其后 那一大堆的一级失误导致这个蝴蝶效应到 15分钟的时候也是已经难以往回了 嗯 上路的一个野区也是爆发了一个小摩擦 终于是把这边一个土豆的赤油给带回雪池了 可是 他也是刚刚互火 哎 上路是 但是我们看一下 大天使带着手 但是这边一个凯撒的大招接过去 太坦一个大招砸下去 还想防打 我们看一下这边 哎 长雪 但是进不来了 好 孙善香又追上去 没拦了 孙善香贴过去 哎 两个都没拦了 我们看最后人头还是烂到了孙善香的手上 上路这边刚刚应该也是有一个摩擦 哎 哎 烫花是过来直接捡到一个残血的轮头 但是按经理一个TP下来 完了 捞到一个孙善香的轮头 只剩下一个残星赶紧往家里撤 那这波摩擦最后依旧还是以EP小赚了 对 小赚了 但是EP现在的整个经济优势领先这么大的一个情况下面他们已经不在乎这种小赚的一个局面了 对 大纵现在17000的一个经济领先 这个经济可谓巨大了 好消息是这个经济还好不是在烫花这个点上被拉开的 烫花经济也是慢慢追上来了 但是前排够硬的一个情况下面 烈魔现在没有成长到足够承担输出位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还是团战很难打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天使刚刚已经看到了 天使很肉 两个输出在疯狂集火他的时候基本带不走 那下路这边也是三个人配合起来击杀了一个死骑 凯撒这个时候冲出来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啊 一个大招上去打着两个人直接是越高地塔上去打了 凯撒是凯撒撞了两个人接大招 其实说真的已经打得相当不错了 可惜这边的装备领先有点过分啊 所以图服要追 这波团打完之后一辟往后小撤了一下 这个眼看到图坦 但是好像图服没什么兴趣啊对这个图坦 太坦太坦 被字母感染了 虽然我也会经常把这两个英雄给喊错 是 我上一周我就在旁边一直听着字母在喊图坦图坦 字母也是闷闷大 我们看看这边感觉是要抓到一个安精灵直接防打 诶 公布过来 诶 总的来说这把图夫其实打的还是蛮亮眼的 图夫是可以 对 只是使其 其实这个点拿出来打的有点难受啊 2-7的一个数据也是没有发挥出 诶这边晕了一下直接带走了 没有发挥出足够多的一个 战术要求 嗯 其实也跟前驱他们的野区弱势还是有点关联的 对 几次干客都没有都是无论而返 对 而且硬生生的是被这边的一个次游给采放全场 对 你那天也是说过在某种程度上 吃油是非常可凯撒的 嗯 我们看一下这边大天使带了一 啊 一小波冰过来 嗯 黄厨 出什么装备这么有 啊 魔金盾 如果次游出了一个推推 是想要让自己 比大招大的一个位置更雕装一点吗 也是最近他不管玩什么 不管是他的貂蝉也好 是别的东西啊 他都是有出这个退退 没错 诶这边李唐花想过来 我天啊 极尽只是一个Q吧 这个18级的一个探花 面对这边14级的恋魔 他都二层Q了 对 呃 我们看一下 67层 这边再抓到一个凯撒 凯撒防守一个大招 秒掉一个暗精灵 想抓一下这边的一个 诶 没蓝了 赶紧往后撤一下 最后一个蓝 最后一点蓝量是交到了位移技能手上 诶 这边是一个推推半吧 这里推到一个安全的位置 我们看一下屠夫 呃 没有选择出勾 对他撤一个推推他可以保证自己的一个回蓝嘛 诶 他还去点回头就要打他一套 信不信 这再点一下估计一言不合就要开打了 是的 诶 诶 长星也真的是一个非常干的少年啊 呃 他在皇族的第一场比赛 首登场的比赛当中就是遇到了US 然后当时在塔下面对比岛跟那个白手以及楼形的围角 硬生生换了一个楼形 嗯 嗯 那一场比赛当中就 他又在干的这一条路上一去不复缓 哈哈 从头干到尾 好这边是空到 诶 一个推推 哇这推推真的出的 诶总觉得EP这边总会有那么一两件装备出的非常的灵性啊 大招跑路还是没死 对 说真的刚刚这个推推跟上一把的安努比斯守护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嗯 再设想一下刚刚如果没有那个推推 感觉他应该会 他还是会可能会提早放大招跑路 对 提早放大招的 而且后续的一个伤害技能跟上有可能是能把他留下 那这边是大天使黄手打了一套 那是没打 好 这边直接先杀掉一个大天使 对这边裂魔的一个围甲这边 太弹 最后也是被屠夫给咬死了 好我们再回到刚刚 这边要是刚刚赤油被击杀 然后落地下来这边再拿这两个人头 那对于皇族来说就有一个很好的反推机会了 对 然而就是因为这个赤油没死 现在带着暗精灵过来又开始反推一波 然后黄族这边技能交的已经太多了 导致现在这一波想要很好的防下来有点难 然后赤油感觉这一波他赤油还可以很安心的走掉 我们看看能不能走得掉 好一个腿腿 这个勾中了但是后面没有人了 可惜 屠夫的一个勾辞了 屠夫这一勾想勾暗精灵但让暗精灵太灵活 真的是灵性装备面对双勾的一个情况下 还是咬到了 但是他现在伤害感觉咬不动他 还会被板杀 力不重新看一下有没有神级自杀 好 暗精一段位移交出去 但是这边要被裂魔给收了 裂魔出了退魔刀之后也是升级的一个版本 对 也是从1.0变成了2.0 哎那皇族这个整体在经济落后这么多的一个情况下面 目前还是能够把整个局势稳住 如果能继续再稳一波团战的话 他们还是有机会的 好看来这边能不能带掉这边的一个 啊 这两个空还是很漂亮的 漂亮 看一下现在能不能在对方阵云 阵亡两个人的一个情况下面赶紧强拿一波塔 如果这波塔能够强拿下来的话 好这边李汤花想要过来轻buff 但是面突然预计见了三个人 赶紧位移交过去 哦又是差一点点 哇史奇的勾总是差那么一点点 我至少看到他三个勾了 这个勾还要好好练一练 如果刚刚那三个勾他全都勾中的话 结局可能会好一点 不过皇族还是有机会的 好的这边是看到了 一个勾勾到了一个天使 我们脑补一下刚刚这个画面 其实他是有预谋的 他刚刚打了一喊字 吓死我 吓我 吓我啊 对 然后估计澳天一看 我没吓你啊 刚想完这边勾子就来了 他自己说了 就职业选手也是有点调皮啊 对 其实大家也是因为私立下关系比较好 对 才会去开架的玩笑 对 但是这边要被黏住了 直接是带掉了一个千层的身上下 但是队友这边集体抱团推下下路的一卡 可是你的中路高地有点危险啊 对 好熟悉的画面 废姆这边过来一个勾勾到一个小兵 完了 生败迷恋 小兵 你在搞什么 小兵一脸懵逼 小兵吓尿了 你弄啥嘞 那我们看一下 黄族这边在 缺少孙上下那一个伤害输出之后 想要打这部团有点难了 哇 一个大招大起两个了 这边泰坦在大一个大招憋下去 也是大到了全部人 但是诶 这波团打完之后可惜 啊 藏心死掉这一波很光点 看烂 但是对面的一个烫花也死了 这样缓一下推塔的节奏 但是还是要对这个塔只有一点点了 大天使 这边一个物理攻击处处还是够的 想要推一个兵营 但是孙上香马上就复活了 我们看一下凯撒能不能吸引住足够多的人 等到这边一个孙上香的一个复活 这边两个人看啊 能不能把这三个人全部勾引住了 这边一个挑大天使的大招 完了 孙上香这个时候复活 看一下能不能配合这边的凯撒创造一下奇迹 孙上香入查一个Q空了 两个Q也空了 但是 这波怎么办 哇 被踩中了 这有点难啊 哎哎哎哎哎 一个QQ中了 但是后续的伤害技能打不出来 在全水差一点点 被击杀 这两个 差一点点 哎 撞回来一个 撞回来一个土豆 撞 哈哈哈哈 好 疫情人省略好 嗯 哈哈哈 此时他们的内心OS是 哎 先生你在干我干不干什么了 最后还是要这个什么次由队长大人 上去意义一个把这边一个意思了 太肉了这三个讲话 对 估计刚才他们几个人的内心OS是 哎 你能把这意思你不早上去卖一下 哈哈哈 他说不行啊 其实我是想拿来救命的 就是说保命嘛 对 我以为你可以跑回水水 还在这边一个Q又没Q中了 哦 留住人 但是这个罩子是可以解那个状态的 对 包括好像病障也能解 嗯 可以吗 我知道这个罩子的大招 对 这个是可以解的 这个确实可以解 哦 刚才你说 那天我们还说没有想到 看到这个这个英雄才想起来 嗯 是大天使的那个罩子是可以解土坦大招的 嗯 对 然后现在比赛进行到这个时间点上面 皇族经济劣势是已经非常大了 下一波团战看EP要怎么打了 但是整体上来说皇族这边 奋起反抗 怎么说呢 诶 这两个人想在这里干嘛 来后面 身后要被包饺子了 这边 哎呦 练魔直接被带走 安精灵感觉还是死掉了 嗯 但是面对一个非常漏的泰坦 这两个人也是束手无策 对 哎 天使 天使就在这边啊 天使再包抄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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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魔过来看一下 想带掉这边的一个泰坦 泰坦一个大招砸下去 但是 又吃了两个大 练魔买活死 打不过了 好 这波团灭 基本上可以恭喜一下EP了 诶 这个时候有一个买活 诶 买活一下 这边 屠夫这边勾的一个情况 但是秒不掉人啊 太热了 练魔 哦 练魔这边也是走 非常极端 好 这边一个勾勾过来一个 买活的 我不服 我还可以再勾 扶我起来我还可以再勾两个 看看这是推推推过去的吗 这边是想要硬破山路啊 这边是想要硬破山路啊 对 好 再勾一个泰坦 咬住 诶 还是坦人 不得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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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费姆跟那个 梦游神之间 有不得不说的机器 嗯 在比赛最后快结束的时候 这最后一勾还是留给了自己 心中的奠定男神 梦游神 嗯 好 我们看一下 这边死席过来 这边是被推出来了 但是啊 其实这一把对于练魔来说 他其实蛮难受的 真的找不到很多 足够的一个输出位来给机器 拳击比较惨 被一个大天使压的比较惨 然后呢 打到后面好不容易说 输出有了 但是过于脆皮 没错 那我们恭喜一下 一批拿到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也是暂时2比0领先皇组 那么这场比赛打完也是一批 向我们证实了自己英雄词很深的一个 对 情况啊 怎么说呢 嗯 第二局比赛他们是搬掉了所有第一局的一个英雄 对 然后选了一个全新的阵容出来 然后在面对黄竹这边 拿一个全新的体系又打赢了 对 而且第一 应该说第一局 那边也是搬掉了他们的一个阵容 对 然后 这一人是三个大汉 对 在前面怼着 然后该怎么说呢 嗯 黄竹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不知道在接下去这一小段的一个时间里面会怎么调整吧 嗯 那我们稍后休息一下看一下上机会放 对 看一下精彩回放稍后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看第三场比赛 MING P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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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